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卑躬时而尽力于勾续 物物坚然矣 鱼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就是指肥蚕养殖业 养鱼或者打鱼 网鱼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地 叫鱼 那么这里呢就指着这个余地 军 那么 尖呢就是门缝称之为尖 那么有个缝嘛 空隙称之为尖 那么然我们前面分享过就是给大家分配食物 手烤烤肉 大家分 烤都管烤什么 就是这东西给大家分食物 称为然 那么物坚然矣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于地这个人这个地 我呢就像是说从这个分配食物 这方面我是没有见我是没法就是不能挑剔了 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个人呢也是一个这个君子啊 能够公平的就对待大家 所以 无坚然矣啊 在这个燃 这件事上 燃后这件事上 是没有缝的 就是 无可挑剔 非 一种植物 就是今天的韭菜 我们也有一个韭菜叶薄 就是指很薄 那么这 这酒这个叶 很薄 其实呢 韭菜叶子跟其他的叶子不薄 但是大家形成这种一种观念啊 韭菜 很薄 就是这意思 饮食 喝水为饮 吃饭为食 这都很简单了 那么质呢 是指这先建设到我们想要到的那个地方称之为质 就叫达到了 到达了 孝呢 就是指后辈对前辈的一种 回报 我签嘛 我签的这个词 去平衡 称之为孝 那么鬼神嘛 就是指过往的人 列宗嘛 那鬼实际上就是 一个人的头 成口依 称之为鬼神 那么祖宗那个时候就感觉有 人还是有灵魂的 那么这个鬼神就是祖宗 这个灵魂 那么也去孝顺他 其实呢 孝嘛 就是只能够面对祖宗 去坦然的去 回报公告做打算 就意思 我没入墨祖宗 那就是对鬼神的笑 不是说你拿什么东西给鬼神 鬼神都死了 祖宗都死了 只剩了个灵魂 你拿着物质祖宗 他开始就享受不动了 那其实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个地方 孝乎鬼神 就是指 能够 不辱墨 不使祖宗蒙羞 这个意思 就是最近时事上 没什么要求 最低 能使自己的物质生命得以延续 就为这个条件啊 为前提啊 吃什么 无所谓 那么但是 在这个国王的祖宗当中 很注重啊 不由这个 让祖宗蒙羞 所以是做的这方面 比较不错 恶一份美护 浮勉 那么实际上呢 这是非隐时而 笑护鬼神是一样的 因为这也是 祭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恶衣服呢 就是 这是恶呢 就是心里不安慰恶嘛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破旧 就是穿破旧的衣服 恶衣服 就是 衣服无所谓 旧的破坛 那就是 遮遮身体嘛 或者是 就是薄薄的 哎 那无所谓 管他什么 绸缎啊 还是什么麻布啊 麻衣啊 还是什么兽皮啊 还是 这个树叶子 还是什么 嗯 不呢 就行了 草也可以嘛 他说这个 这个境界啊 对这个吃饭和穿衣 哎 根本就不讲究啊 不去把它看得那么重啊 真的还 很 不在意 这样就 说明这个人呢 这个所谓的放下嘛 哎 境界比较高 不是去追求这种物质的利益 那么美 就是 我们说嘛 把人那个脸上 啊 挂上这些啰嗦 哎 那个 鹰头啊 牛头 马头啊 羽毛 哎 漂亮啊 其实呢 就是表达了一种人对这个外观漂亮的一种追求啊 美 护这个 护 护 护就是衣服 护呢 就是帽子 护 护 护 那时候的 护就是 各种各样的材料 大家都去整嘛 那 嗯 树叶子 草啊 麻呀 呃 瘦皮啊 甚至于啊 绸缎啊 等等吧 哎 什么这叫 护啊 护呢 就是 头顶上的 盖着保护头的东西 称之为免呢 就是帽子啊 遮阳 遮风 等雨的 那么 美乎啊 这个 就是啊 这样的讲究 为什么呢 就是面子里列宗 列宗的时候 哎 那个穿的也整齐啊 也 这个 江卫生啊 戴的帽子啊 也是很好的 很漂亮的 那么 但是平时呢 他不是去 这个 计较这些 因为什么穿戴 呃 这个 负面好啊 就是因为要去见祖宗嘛 他跟祖宗啊 去唠叨唠叨 啊 自己以往 这么做的 啊 就 还说 知笑于鬼神嘛 一样的 那么呢 知美于 这个 这个 负面 负面就是 意思吧 就是表示 对于这个 列祖列宗的一种尊重啊 还实际上 还就是一种笑的意思 就是一种这个 重视和这个尊重 那么 碑 碑是什么呢 祖宗最早就是 天地之间的空气 称之为碑 因为什么 太多了 都不要钱 就不用劳动 那 鼻子就自动糊了 啊 张口就可以进了 多的太多 就贱了 啊 就是便宜 那么 就 某种程度上 就不值钱 你确实不值钱 你也不需要付出 什么劳动就给你得到 这就是说 哈哈 这个 规则 就这么设计的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吧 啊 水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 那么 建 公室 公呢 就是 祖宗那时候建房子 啊 大的为公 小的为室 是吗 一般是睡觉 宫吗 就是宫中 啊 建的一个客人 那个时候所谓的 这个宫也不是什么 太大 但是有军地 那肯定是大 就像我们今天 今天所说的 厅那么大 小为室 哎 就是对这个 居住的 这个屋子 大小 其实无所谓 哎 他不计较 哎呀 有个地方趴着就行 就是睡觉 哎呀 折腾挡雨 嗯 那也没有必要 啊 弄的 能花费那么多 你 浪费吧 啊 用不着 而进 进是这一个容器里头 什么都没有了 成这为进呢 啊 就是说 把进力 就是把自己的力 全部拿出来 这个力 就是人 人就是力 啊 或勾絮 勾呢 大为勾 小为 啊 絮 啊 为什么要 这样呢 传说啊 说大于治水 哎 就是治水 就是勾穴啊 挖个勾弄个穴啊 啊 把这个水引到引到啊 未必就是治理长江 啊 我估计那也 黄河啊 那时候人也不具备 那个能力 那个鱼也不会傻到 那个样子 那所谓的治水 无非就是治理水灾啊 我们居住这个地方 水排不出去啊 怎么弄啊 成年员成年员非都在这住吗 大家搬迁啊 哎 所以传说当中 可能有所夸大 其实呢 就是勾絮 哎 这个鱼 这个人呢 哎 就是住的大小啊 还都无所谓 哎 就是看 看得很轻啊 贱 就是轻视啊 看得 很贱 但是呢 他能轻其力 把自己所有 作为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去 用于这个 哎 勾勾取取啊 勾勾续啊 勾勾续续 干什么呢 就是把水排出去 别形成灾难 弄山体滑坡啊 大家你好不容易建的房子 哎 这是所谓的治水 哎 或者是说啊 哪个地方弄个弯啊 弄个裤啊 养上那场鱼啊 养上点螃蟹啊 弄上点虾 哎 这种 所以鱼 治水嘛 哎 其实鱼 最早祖宗的意思是 啊 鱼 哎 你往鱼也好养殖也好 哎 就是这种事情 那么 那做的 这都很不错了吗 啊 孔子再赞叹一遍啊 无 无坚然 这个人啊 这个平等啊 呃 在 为大家服务这方面啊 是无可挑剔了 好 那么这里呢 祖宗也把 这孔子的嘴 把 摇顺于三弟啊 又转了一圈 歌颂了一遍 引一步 啊 孔子在 这一篇 第十八节 指 顺于 只有天下也 哎呀 这个 那个 的 的 缺憾啊 缺陷啊 那么 到这就完了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